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呢我要來教你們怎麼做牛排 差不多三年前我在Netflix影集裡面一個叫Chef's Table 我看到裡面的廚師他叫Francis Molman 我覺得他是一個我很欣賞的主廚 因為他煮菜的風格跟方式真的就是超級原始又很特別 怎麼說呢他很喜歡在野外裡面煮東西 拿那些木頭啊用碳啊在地上歪一洞蓋一個烤肉煮這樣子 然後就在上面烤肉 他料理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食物都有點焦焦的 不到整個黑就是有點carmelized 然後看起來真的是非常好吃你知道嗎 我看完那個影集之後我就對這主廚超級著迷 我終於買了他出的食譜叫Seven Fires 然後我要看這個時候我發現他的料理真的就是超級的隨性 因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種火嘛 這本書他講的這種就是火候的控制 你要怎麼去控制一個木頭跟煤炭給你的火 然後他形容的非常好 我們今天就來做A Perfect Steak 東西非常簡單 就只要一塊牛排 鹽巴跟一個他特製的牛排這樣 最主要的是火候跟時間的控制 就是把肉直接放在鍋子裡面 然後不要動 他說Don't touch the steak and don't move them 就是很重要 我來做個筆記 有1 2 後 Step 1 Don't move it 這個很重要 最後一個 就這麼簡單 就這五個步驟 OK 我們現在食譜有了 下一步我們就來買肉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也不方便去買 所以我就線上訂 來買一個Rib Eye 一個紐約克好了 然後再一個Valemian OK 我們牛排買完了 應該一兩天之內就會到吧 在那之前呢 我們現在來做教我們的牛排醬 Eventually 在他食譜裡面也有講到怎麼做這個牛排醬 這個牛排醬叫做 這個醬叫做 反正就是一個好吃牛排醬 他需要的東西呢 小水 鹽巴 那個garlic 就是蒜頭 flat leaf parsley oregano red pepper flakes red white vinegar olive oil 這東西還不算安全 我們現在去做吧 這個呢 就是parsley 然後這個是oregano OK 超簡 這樣子就夠了 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切 大蒜 OK 蒜頭切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倒到這個玻璃瓶裡面 接下來我們來切義大利 芹 我們只要葉子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把葉子拔下來 也裝完一杯 對 再來我們來切一些奧勒缸 分量跟義大利芹差不多 然後我們也只是要葉子就好了 這葉子這麼小 應該超級難切的 靠累 切這種小葉子真的超累的 我終於把全部食材切完了 那現在我房間聞起來像大蒜 所以千萬不要在房間切這東西 接下來呢我們就把橄欖油放進去 跟這個紅酒醋也放進去 我們現在需要半杯的橄欖油 我們倒進去 四分之一杯紅酒醋 四分之一 一二三四 最後一步呢 兩杯水加一湯匙的鹽巴 好 我們現在要去廚房了 我們來倒一杯水進去 水滾之後我們再一湯匙鹽進去 把腳開 可以等水冷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下去了 我們買的牛排終於到了 這個是私事熟成的 古古樂野牛排 然後我們還有買一片 紐約克牛排 這也是私事熟成的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這450克 我們還有一塊菲利 這塊也300克 看這個超級厚 沒錯 這個 我們剛剛把牛排退冰之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撒鹽巴 兩面都撒 我們今天煮的這邊是紐約克牛排 要煮之前三十分鐘 最好先把它放到室溫 先讓肉的溫度接近室溫溫度 再下去煎會比較好 OK 我們廚房煎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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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等一下靜置一下 我們把它切來看裡面倒是想怎麼樣 有點緊張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先從中氣刀看一下 有點太熟了 OK OK 很顯然的出一點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樣其實太熟了 這個中間只有一點點粉紅 這基本上是well done 然後我要的是medium rare 你看這個 鮮豔的那個血色基本上是都沒了 這個不是一個成功牛排 我們來加我們的chimichurri OK 剛剛呢很明顯失敗了 然後它表皮部分 是膠沒有錯 可是裡面有一點彩彩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先來吃看看吧 嗯 真的好柴喔 問題我覺得應該是火候沒有控制好 我火應該太大了 不應該講這樣 因為我時間都照它上面寫的時間下去 真的不應該講這樣 出來結果會讓我滿驚訝的 可是火太大了 導致它熟太快 因為我肉的厚度啊 種種 都是跟它書裡面寫一模一樣 是很脆沒錯啦 可是又滿乾的 這也是牛排真正的失敗 可是沒關係 我再試一次 對我不行 你咬Francis 可是chimichurri sauce 真的滿好吃的 OK 我們再來仔細研究一下 燈應該要是中級高 而且它已經準備好 你只能拿著手 兩半秒 有可能它這邊的中級高 跟我們想像中的中級高 不一樣 瓦斯爐上中的中級高 可能真的太熱 下次火應該就是中級高 沒關係 失敗為成功之母 我們記取這次的教訓 我們下一次再來做 A Perfect Steak OK謝謝你們觀看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我做影片的話 拜託幫我按讚 分享跟訂閱 因為現在YouTube大數據 滿看互動的 所以你們可以按讚留言的話 那這樣對我幫助真的很大 謝謝你們支持跟看我影片 我們下次見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